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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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是一个向Z方向传播的平面电磁波 它的面 这个面的方程式就是Z等于某一个常数 我们现在就说Z就等于Z这个常数 那么所有这个面上面的点 它可以用XYZ来表示 Z都是同一个值 那这个叫做一个平面 那么我们从O点到这个平面上的任意一点 P点 这个向量呢 我们称它叫做R 它可以用XYZ 这个迪卡尔坐标呢 用这种方式来表示 这个是任意一点 就说我们从电源好了 我们就从O点到P点 这个向量呢 是表示任意一点的这个向量 然后这个Z这个平面呢 从O点来算呢 它就是Z等于某一个常数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讲过Z等于常数 就是平面坡 在就是一个平面 在XY平面的一个方程式 面的方程式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说 我们这个坡 假定它是朝Z方向传播的 Z方向传播的 那么它的坡数 就是Wave Number 我们可以表示成为K 成上 这个叫做Propagation Constant Propagation Constant 这K就是Propagation Constant 它朝Z方向传播 那么这个Constant 是K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KR 这个DOT它打不出来 显示不出来 这是一个DOT K.R K.R 是等于ZK.R 这是R OK 你看这两个DOT以后 只有Z跟Z的方向存在 这个XY Univector DOT Z都是0 因此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表示什么 Z K.R 表示什么 就是说这个 这个K 这个传播方向 传播方向是在 传播方向是这个地方 就是R A.R.在传播方向上的投影 R.这个向量 在传播方向上的投影 是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KZ 等于一个常数 那就表示说 不管哪一点 从O点到任意一点距离 在这个方向上的投影 通通等于Z 那这个就表示是一个什么方程呢 一个波面的方程式 Wavefront这个方程式 所以像Z方向行进的平面电磁波 它的电场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来表示 这个DOT都出不来 这个我们这个电脑 没有办法 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符号出不来 Z.R Z.R OK 那么我们现在 再看 现在如果说 我们的传播方向 不是朝Z 是任意方向 朝任意方向传播 那么这个时候的K呢 它就等于这个常数 就等于这个常数 乘上这个Univector 乘上这个方向的Univector K呢 它现在的 这个向量 Propagation Constant的向量 是等于N这个方向 乘上K 那么我们R还是表示 从这个地方 O点到任意一点 的位置向量 Position Vector 那么K K.R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 这个 E 朝任意方向传播的 它这个 就是 它这个位置啊 就不是Z了 就是朝任意方向传播 那么它是等于 J 就是 K 向量 DOT R向量 这个R又 这个DOT又出的来 好奇怪 好那么 就是等于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它在这个面上面的 它在 它跟N DOT 就是说 这个向量跟N DOT 就是这个向量 在这个方向上面的投影 它是等于一个 常数 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呢 就代表是 这个 波面方程 因为这个是代表一个什么 等向位 的一个平面 所以这个时候的 波面方程呢 就是 就是这个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R等于这个 N呢 它是等于 AX cosA AYcosB AZcosC 那么我们 也就是说 这个单位向量 我们现在用 迪卡尔坐标 上面的 三个方向 把它的分量 写出来 它的X方向的分量呢 就是 就是 N就是1了 cosA G 神上cosA 它就是 等于AX 方向的AX 那么它就等于cosA 然后Y方向呢 Y方向的 这个投影呢 就是等于 1乘上 cosB 就是 方向在AY 就是AY cosB 再加上C 这AZ cosC 那么 N.R 你看这两个 DOT以后 那么这就变成 XcosA YcosB Z cosC OK 于是这个 波面方程呢 就是这个东西 N.R 就是 X cosA 加Y cosB 再加Z cosC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从任意方向传播的电场 原来是写成这样的一个诗子 这样的一个诗子 那么我们现在 把N.R 用这个来带 于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写成这样子 好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K 乘cosA 我们写成 cos 写成这个 KX 比如说 K K就是 这个 这个方向的大小 这个方向大小 cosA呢 就是 在 K 在X轴上的投影 它就是 KX 那K 乘cosB 那就是K在Y轴上的投影 它就是 它就是 这个 K KY cosB KY cosB OK 那同样的道理 K在Z轴上的投影 大小就是等于 K 乘上 cos C 我刚 AB 这C好像写错了 C写错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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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不是这个 C应该是这个 这个角 从Z轴到 这个地方的这个角 我这个画错了 回去赶一下 这个 这个写错了 OK 好 那么 所以这个地方 K X就等于 K cosA KY K cosB KZ 那这个就代表 任意方向 朝任意方向 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它的 Way Function OK 好 那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会写 一般的 这个斜色的 朝任意方向 传播的 平面电磁波 好 这里 第一个 例题就是说 要我们证明 均匀平面电磁波 这个 均匀平面电磁波 你证明它是横波 它是横波 它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 好 那么我们就要 用一个 在无电磁的区域 Divergent 1 一定是零 这个是 Mexo Equation 是里面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 做一个Diverge 那么 Del Dot 电厂 Del Dot电厂呢 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值 这个电厂 这个跟R没有关系 这个Del是空间的微分 它是对空间微分 那么跟这个 它跟空间没有关系了 这是大小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把E呢 提出来 提出来 然后这个Divergent呢 E提出来 因为这两个是 这是向量的 这个向量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出来 然后呢 就把这个式子啊 用它来这个Operate 那就等于Gradient 这个式子 那这个就变成 E Dot Gradient Exponential的这一项 因为这个等于零 所以这个是零 那现在我们就先算 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一项 括弧里头这一项 括弧里头这一项呢 Del 它就是这个 AX Partial Partial X 加上 AY Partial Over Partial Y 这个 这是Del Operator了 那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R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XYZ这样来表示哦 当这个Operator Operate在这个的时候 这一项Operate的它 到它 那这个还在了 那这个东西 对X做偏微分 那只有这一项有啊 那就是等于 AX Beta X 然后呢 因为这个微分以后 它还存在 这一项大家都有 我们就提出来 这个有一个复阶 大家也都把它提出来 然后这一项对它做 做Operate 对它来运作 就变成AY Beta Y 复阶AY Beta Y 这一项 然后这一项对它运作呢 就AZ Beta Z 乘上这个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构弧 这个构弧 我们就写成Beta N 这个构弧啊 它就等于 等于这个 因为它这个 Beta X AX 这就等于Beta的三个分量 它的三个分量 也是项量啊 加起来就是 这一个项量啊 它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呢 我们就证明说 括弧里头这一项 是等于这个值 然后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OK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好 那我们带进去以后啊 我们就把 负JBeta拿出来 这个是项量 110 这个时候就DOT 跟这个项量DOT 存量都拿出来了 这个等于0 好 当这个式子等于0的时候呢 J当然不是0了 Beta也不是0了 这个也不是0 那么它这个式很等于0啊 那一定是什么 这一项很等于0啊 它一定要等于0啊 好 这个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说 这个电场震动的方向 就是电场的方向 始终跟波的行进方向 垂直 你看10这个项量 这个项量DOT N UNI Vector 等于0 那就是这两个项量始终是垂直 那就是说 你这个电磁波里头的电场 始终跟行进方向垂直 那就表示是什么 这是一个横坡 transverse wave 所以我们说 所以这里就证明出来 平面坡 平面坡 是一种横坡 OK 那么 我们现在要证明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我们前面都暂时用过它 对不对 暂时拿出来先用 至于为什么 它等于这个 就是你知道1N 知道1 知道电场 你要求H场 你要求H场呢 那就是传播方向 cross e 被eta来除 那这个eta 我们最好是用这个 上面打一个 打一个帽子 小帽子 代表它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纯的界电值 在一般的耗损界电值里面 N它是一个复数 那这个就是 你知道H场 你要求E场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来代表 为什么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 来证明看一看 我们这里用哪一个呢 这个是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E cross 就是 E的 电场的curl 电场的curl 要等于这个 这个是 我们假设电场 它是一个 time harmonic form 于是 它这个形式 就变成这样子 Maxwell equation的形式 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求的是 HR 把这个除过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 力 传播方向的 单位向量 跟位置向量 做内积 跟位置向量 做内积 那么 我们用一个希腊字母 Z 做一个 就是代表这个式 那 于是我们就把 这个operator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在迪卡尔坐标 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换成 这个变数的话呢 那么我们要把 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 第一项 就是 partial Z over partial X 乘上 partial over partial Z 再加第二项 也是一样 partial over partial Y 就等于 partial Z over partial Y 乘上partial over partial Z 第三项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写成 这个形态 好 那现在 我们就看 这个里头 partial Z over partial X 那么我们先把Z 换成 N dot R N univetal dot R univetal 把它换成这个 然后啊 我们把这个 对 X 做偏微分 这个对 X 做偏微分 它只有 它只有什么呢 只有 只有 X 分量存在了 这个 这个 dot 这个 它就变成什么 变成 X cos A 这是 X cos A 那对 X 做偏微分的话 就变成cos A 对 Y 做偏微分的话呢 它就是等于 等于 Y cos B Y cos B OK 然后这个就是 Z cos C 它对 Y cos B 对 Y 做偏微分 就变成cos B 这个 这个偏微分 对 Y Z 做偏微分 它就变成cos C 就变成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 这个式子变一下 cos A 它就是 N dot A X OK 就是这两个单位向量 做内积 两个大小都是 一乘一乘上 当中夹角 A 的 余旋函数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呢 就变成 A Y N univector dot A Y univector 再加上A Z N dot A Z univector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N N univector 在 X 方向上的分量 这个呢 就是等于 N univector 在 Y 方向上的分量 好 那这个一 dot N Y 这个是N Z 你看 这是 N 的 X 分量 乘上 A X 再加上 Y 分量 乘上 A Y 再加上 Z 分量 乘上 A Z 那这个就是 N 就是 N 好 那现在 我们 就可以把这一项 就写成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 operator 现在写成这个 operator 刚刚证明了半天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就是 这个是 这个 operator operator cross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 翻到 前面来看 这个 operator 是等于 这一项 等于这个 好 那么它对这个 做偏微分的话 你看这个 这个 它 只对这个 这一项做偏微分 所以它就有 负J beta 出来 负J beta 这一项做偏微分 它还在了 OK N还在 好 cross ER ER 那么 因为这个 这个 虽然做偏微分 它还在了 所以呢 它就 整个 整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 ER 变成这个 好 于是 我们就把这个狮子 带到这里去 H2 等于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一项 带到这里来 这个带到这里 变成这个东西 好 于是我们把这里头 画一画 J跟J 约掉 Beta Beta拿出来 变成Beta Omega Mu 那这是 N Univactor Cross N 这个 好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画一下 OK Beta Beta等于什么东西 Beta等于什么 Omega 乘上 根号 Mu Epsilon 对不对 Omega乘上 Mu Epsilon 根号 Mu Epsilon 然后呢 根号 Mu Epsilon 跟这个Mu 约到一个Mu 那就变成 这个 它就变成 这个 这个 A 因为它这个是 等于根号 Epsilon Om over Mu 那么它就是 根号 Mu 0 over Epsilon 0 分之1 就是 就是这个 东西了 那么 于是 我们就证明出来 说HR 跟ER 有这个关系 你知道ER 要求HR 我们就用这个 OK 这个所有的 A 我们都加一个 帽子 好了 都加一个 帽子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由这个Ampere Maxwell Equations 我们按照上面 同样的这个计算程序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你们自己 去做一做 OK 自己去做一做 那做一下 说不定我会考这个式子 我叫你们做 你真的要去做一下 免得这个光听不练 光听不练对你们有好处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偏正波 把它分成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两种 首先我们就看 首先我们就看垂直偏正波 它斜向入射于理想导体平面 这个是理想导体平面 这个是入射平面波 入射 这个是法线 OK 法线 它就是代表 入射波 反射波 法线 这三条线在一起的这个面 叫做这个入射面 入射面 那所谓垂直偏正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电场 光是电场不是H场 电场要跟这个面垂直 你看它是从这个面里都钻出来了 钻出来的 这个就是入射波 那么我们称它叫做垂直偏正 好 那现在我们看有一个垂直偏正的平面波 好 它从这个介质 介质一 这是一个纯介质 纯的介电质 射到理想的导体 射到理想导体 好 那么这是它的入射方向 KI 就是代表它的 方向 入射方向 OK 入射方向 入射方向 好 那么这电场 这个是H 入射的H场 它还是 按照我们的这个右手定则 E cross H 是K的方向 OK K的方向 好 那么这个是它的入射角 入射线的方向 跟法线的夹角 我们称它叫做入射角 于是它在界面的地方啊 就产生反射 应该只有反射跟穿射 不过因为它是理想导体 所以波 在表面 很浅的地方就已经 变成零了 所以它的这个 所有的power 所有的能量 都朝 第一个介质反射回来 这就是它的反射波 那KR呢 是反射波的单位向量 反射波的单位向量 那么H呢 就是反射波的磁场 它还是满足 ER cross HR 等于KR 不过 我们这里是 假设ER 跟它是同方向 但事实上 反射以后 ER跟EI 是不是同方向 我们不晓得 不晓得 我们可以暂时假设这个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将来 你用这个边界条件 求出ER等于EI的话 那就表示这两个方向 你假设方向是对了 如果ER是等于负EI的话呢 那就表示你设的方向错了 你设它是出来的 其实它是钻进去的 那么这个方向 你假设错的话呢 这个方向 假设错 那么H厂也是错 也要改过来 所以这只是 先做一个参考 真正的这个方向 ER跟HR 要看你计算的结果 是怎么样 那么 这就表示 这个地方 没有穿射波 没有穿射波的话 里头的电厂跟H厂都是0 那么 外面有H厂 里头H厂等于0 那么就是H 不连续了 不连续就是代表 这个表面 会有表面的电荷密度 这个我们有时候也写成Lamina 像量 就是表面电荷密度 OK 好 那现在我们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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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射场 电场是这个 假设它是Y Polarization 你看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面 这是X 这是Z 这是X Y是出来的 那这个方向就是 出荧幕的方向 于是我们假设它是AY 它的Ampitude 我们就假设是EOI 就是incident wave 它的Ampitude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Phase factor 那Ki Beta1 Ki.R 这个就是 泼面方程 泼面方程 OK 好 那么这里 表示这个Ki Ki是什么呢 Ki就是它行进方向的 单位向量 这个一定要学会写哦 Ki Ki是这个 你现在把它分成 迪卡尔坐标的两个分量 一个是Z分量 一个是X分量 OK 一个X分量 好 那么X分量就是Ki Sine Theta I KiSine Theta I 那这个分量 那这个分量呢 跟Z的方向相反 所以它就是 负Ki Cosine Theta I 不是 它相同 我说错了 你看它是这个方向 跟Z的方向相同 所以它是正的 OK 正的 这个一定要 要会写 以后啊 我们做这种问题啊 这个符号把它打成这个样子 我写错了 这是一个帽子 一个帽子 OK 那么这个是入射坡 原行进方向的单位向量 一定要会写哦 入射坡 反射坡的单位向量 跟穿射坡的单位向量 你都要先写出来 那么R方向始终 RVector始终是这个 于是呢 Ki.R 等于常数 Ki.R 它就是等于什么 这个 Dot这个 AX 有 变成X Sine Theta I 这个Z也有 Zcos Theta I 唯独这个Y没有了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常数嘛 X常数 Seta I 也是常数嘛 Z是常数 Seta I 常数 那么 这整个就是常数 这个就是 泼面方程 我刚刚说过 这个 这个 K这个 是泼面方程 泼面方程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 入射坡的电场 向量式 我们可以写成 这以下的形态 AY 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里头的这个 写成 这个括弧的这一项 于是呢 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东西 这一项 就写成 EI Bless AY 那现在 变成EI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它变成 EI呢 就说有时候啊 我们不见得是 电场是 Y方向 不一定用这个 迪卡尔 坐标系来表示啊 所以它 我们反正就说 电场 这就是电场的方向 反正就是电场的方向就对了 后面这个都还是一样 这就是电场的方向 OK 好 那我们再看 入射波 的向量形态 入射波磁场的向量形态 我们就用刚刚导出来的这个式子来算啊 因为第一个介质 它是纯介电质 所以就是 A到1 然后这个是 A KI 都这个 那么 K就是这个东西啊 K就是 我刚刚说 KI就是这个东西啊 KI啊 因为它真的要跟这个向量做 选 做这个 Cross 所以 你得这个东西啊 最后得出这一项来 就不像以前 我们讲的 当当朝Z方向传播的电磁波 那么单纯 如果是朝Z方向传播的电磁波 那么它的 E场是Y方向的话呢 那H场呢 就一定是X方向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不是哦 你看它 它有 它 有两个方向 它必须要拿这个 单位向量啊 来跟这个量 做Cross 所以 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你这个 不能写错 你这一写错 就你把这个正号写成负号 那以后这个都错了 好 这个做Cross的结果 你看 AX Cross AY 变成AZ 是这个 Sine Theta I在这里 AZ Cross AY 是等于 负AX 所以Cosin是在这一项 OK 好 那么这个 Neta1就是代表 第一个戒指 的这个 固有主抗 因为它是第一个戒指里面 好 那么 我们就 把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个式子了 变成这个式子 好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也可以把 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写成 EH 就是H场的方向 单位向量 这就是H场的单位向量 H场的单位向量 OK 所以H场我们也写出来了 H场 这个不单纯了 不像以前我们讲的那个 朝Z方向传播 或者朝X方向传播的 那个平面电子波 那么单纯了 它必须要由这个式子算出来 你不能 手比不出来的 所以 这个式子一定要 要记住 要记住 是H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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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